语歌出品必是精品 今天为你介绍万众七代的格斗神著 范马任牙二 尚未又在任牙见一个人 还说是个从没见过的类型 尚未问任牙 史上最强的动物是啥 恐龙 猛马象 自然是恐龙 而且是恐龙中最强的霸王龙 这是个比霸王龙还强的男人 工人们在炎炎层中找到一块 封存着霸王龙和原始人的化石 这个原始人竟然正在攻击霸王龙 工人们一时间看呆了 这个叫皮克的原始人 很快与霸王龙一起被发掘了出来 这证明 侏罗纪时代就已经有人类了 是个重大发现 研究人艾伦提议将皮克复活 2000年时 罗素博士从炎炎中 发现了极小滴水 将其提取出来后 获得了215000万年前的海水 里边保存在那个时代的微生物 为其提供了理想的生存环境后 这些微生物竟然全被复活了 虽然教授认为 复活这种事是神的领域 但还是授权同意了皮克复活计划 实验室为其提供了合适的温度 并将其浸泡在与体液相似溶液中 却没能将皮克唤醒 看来实验失败了 这天艾伦直奔 他心血雷愁 居然想尝尝恐龙肉是啥味的 反正他足有十吨重 举几百克下来也没人发现 但他没想到恐龙肉的味道 唤醒了皮克 艾伦大口左翼的时候 皮克已经完全苏醒了 眼睛的一切都令他感到十分陌生 尽管身边都是未知之物 但熟悉的肉香带着他来到了源头 艾伦听到声音转过头 一时间被吓傻了 脑中闪过无数个念头 心里盘算着用什么武器才能保住小命 皮克一口蹲掉了150克的牛排 人欧对着艾伦嗅啊嗅 嗅了一会儿后扭头变早 看来艾伦还不够格断的食物 但为了以防万一 艾伦还是偷出了手枪 皮克找了一会儿后 没找到食物 开始生气的朝艾伦低吼 傻蛋没明白皮克要找吃的 朝他身上开了好几枪 皮克却只受了点疲惫声 根本没被伤到 将子弹投回给傻蛋 傻蛋的肩膀被射出 当丑吓尿 边逃边继续开枪 皮克像捏蚂一样 将傻蛋举起 不断晃呀晃晃了半天 表示自己要吃好吃的 傻蛋却仍然没理解原始人的意思 傻蛋晕晕乎乎的 逃到冷冻室门前 打开门后 皮克被里边的恐龙味吸引了进去 艾伦趁机关了门 歪打正常捕获成功 叫来了一大堆警车 岳教授思考到 该如何将皮克活捉时 皮克竟然打破墙壁 冲了出来 认为被毒雀专严的皮克 冲到警车前 将警车毁了个稀巴烂 最终 政府不得不出动军队 军队正好想实战检验一下 新研发的新型战斗机甲 如今皮克可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 必须经济活捉 而皮克指了一拳 便击缩了防弹装甲 驾驶员进中下了狠手 操纵机械臂 想扭断皮克的脖子 却被皮克直接扭断机械臂 输得一塌糊涂 于是美国军方 又派出了最新型坦克 与武装直升机 但尚未不想用这种方式攻击皮克 他怀着超乎尊业的情感 也拖了个精光 伸出手表示想认识一下皮克 虽然皮克不会说话 但他还是听懂了 握住伤背的手 同他一起去了日本 身高抽两米的皮克 被士兵护送在抵达机场 用犀利的眼神 观察着周围的环境 任牙瞬间感受到了皮克的强大 冷汗直冒 女记者主动上前去采访 没想到皮克见到女记者后 野性失态的皮克 竟直接将记者扑倒 在昼目睽睽之下 侵犯了他 更没想到的是 皮克干瞒这时候 直接躺在地上睡着了 众所周知 诸罗纪与白俄纪恐龙时代 由于地球上的陨石冲击遭到终结 教授推断 之后空气中扬起了大量粉尘 遮挡了太阳的热能 零下270摄氏度的低温 动作了地上的一切 盐盐同将这场战斗完美保存了下来 教授称 当时皮克居住的是两亿年前的地球 所以他不懂我们的常识与道德 美军基地门前 拒绝了大量抗议市民 要求严惩皮克 此时皮克正居住在一个 模拟仿生环境之中 与他同时 猎海王也溜进了基地 悄悄跟在巡逻士兵身后 与他呼吸同步隐藏身形 犯马永子郎也来了 迸发出强烈的斗气 看守士兵受到他的影响 开始呼嗷起来 另一人也开始猛吹自己 打得越来越狠 永子郎喊了停 表示哪怕有一人逃跑 没有选择战斗 他都会当场打了所有人 攻击自己也一样 苦肉计才是最优解 之后永子郎轻松劈开大门 堂而皇之走了进去 另一边 猎海王终于找到了皮克的住所 却发现已经有人提前到了 是格斗家浩王生 他表示自己是第一个到的 想抢先与皮克交手 而甲恐龙里还藏着另一个人 余地独步在两人之前就到了 而这屋子里还藏着杰克 射川钢器 还有余地克斯 季海王 格斗家齐聚一趟 简直就是个小型同学会 所有人都想与皮克交手 所以选择了步伐入侵 几人在树洞里见到了皮克 闹出这么大动静 他居然还睡得这么踏实 看来根本没把众人当成敌人 杰克一脚将皮克踹醒 皮克却旁若无人地尿了一大泡 这时勇次郎也出现了 称其他人是乌合之中 也于克斯 明明也预感到会败北 还一点计划都没有就闯进来 期待着打不过也会有人出手庆祝 克斯恼羞成怒地攻击勇次郎 却被瞬间卸掉了鞋带 人物勇次郎竟然就这样硬生生 顶破防弹玻璃 闯进了皮克的小房间 夸皮克是远古时代伟大的战士 要与他进行对决 皮克听懂了 与勇次郎碰群时 勇次郎竟然被逼得出招 皮克旋转360度摔在地上 其他人都迫不及待 想与皮克一战时 美军中秀成皇成皇地来见勇次郎 对勇次郎拍了好一大顿马屁 表示皮克的全世界 全人类而言 是夺一无二的文化遗产 求勇次郎离开 勇次郎同意了 其他格斗家也被一同送出了美军基地 此刻只有任牙一人 对皮克丝毫没有兴趣 因为任牙知道 他是人类贵政的文化遗产 和他的就好比在自己家里造金字塔 任牙只想和老爸打 并打败他 此刻皮克真的一遍遍回忆着 与勇次郎的对决 之前发生的事 那些恐龙卡着根本做不到的 无聊的日常生活中 突然出现了无法解开的谜题 这也让皮克很开心 另一边任牙找到列海王 想先来学习中国群法 列海王却说 自己现在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 只想与皮克打一架 这种心情和恋爱相似 尽管知道不能挑战皮克 也克制不了这种心情 不由自主地想去猫头 想知道皮克面对这身传托了四千年的技巧 会做出怎样的反应 任牙很无奈 这些人都中了皮克的毒 这一个月来 皮克除了水之外什么都没吃 除非是敢与他战斗的敌人 不然他是绝对不会捕食的 西班牙猛牛 体格最大的熊 甚至是狮子 都只是看了一眼皮克后 就被直接吓跑 于是濒临灭绝的保护动物 地球上最强大的野兽 身长4.7米 体重490公斤的西伯利亚虎出场了 皮克看到老虎后 第一次站了起来 瞬间击败了老虎 老虎成为了皮克的食物 教授评论 目前皮克唯一的食物 就只有西伯利亚虎 幸亏还有500头 就算只剩最后一头 也应该拿来喂给它吃 毕竟皮克依然的价值 远胜过任何一个物种 这番话 引发了动物保护团体的强烈抗议 此时猎海王找到了德川老头 他知道只有主动攻击皮克的东西 皮克才愿意吃 既然如此 那就让自己当皮克的食物吧 老头一听都傻了 哪有主动当食物的人 猎海王的真实目的 当然是姐姐与皮克打一架 那就这么办吧 自然界尊的动物都会躲起来睡觉 而此时 皮克正四仰八叉 毫无防备地睡在地上 就像是非洲大草原生的狮子一样 只有食物链最顶端的动物 才会有这样的睡姿 更何况他当时所述的环境 要比非洲大草原艰难得多 那可是群雄歌迹的侏罗记 上面与老头十分期待这场战斗 让抗议的教授闭嘴 此时皮克睁开眼 并站了起来 让他做出这种反应的 自然是烈海王 极致的野性 察觉到了极致的好对手 头一回摆出了战斗姿势 皮克瞬间进入了紧接状态 烈主动靠近 侵入了皮克的地盘 被皮克一爪的下去先飞 重重坐在围栏上 烈自制力量界的较量 自己也赢不了 冲上去给了皮克一击竖梯 外加便甩 烈将皮克扳倒后 又对着面门来了一击重梯 皮克居然流泪了 烈挡开皮克的攻击 又是一击竖梯 再加一击直拳 然后是掌机 再接跃起重梯 连续多次击打皮克的下握 经手下额六连击的皮克 脑部内壁 一定经受了上千次的震荡 皮克却丝毫没受到影响 一击双手拍击 将烈海王直接拍晕 然后抱着烈便砍 直接咬掉了烈右肩一块肉肉 咽进了肚子 烈给了皮克一击腹肌 皮克却再次砍掉了烈一块肉 见自己的攻击对皮克毫无效果 烈脱掉了相当于拳击手套的鞋子 要懂真格的了 仍然这次攻击丝毫无效 烈被皮克重重拍到地上 没想到传承了四千年的武功毫无用处 烈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挫败 决定不再使用招式 烈海王是出入五门时师父赐语的五名 烈是要守护这个名字 于是他竟然挥起乱拳向皮克冲去 面对这一状况皮克一时间被搞得不知所措 这时烈却不由自主的出招了 他明明也下决心不再出招的 这时面对皮克的攻击 烈再次出招 当于去了皮克的攻击后 开始主动攻击皮克 烈的武术回来了 此时烈眼前出现了另一个自己 对烈说 虽然你为了守护武术舍弃了武术 武术却并没有舍弃你 抛弃神赏背负的东西吧 别再考虑如何守护武术 将一切交给自己的身体 相信自己 就这样 烈的功夫又回来了 他的功夫已完全刻在身体里 这就是所谓的肌肉记忆吧 烈对皮克发出一连串攻击 最后用脚趾拉着皮克的头发 对头部进行强力一击 皮克重重倒到了地上 好了 这期就先讲到这吧 报官不易 喜欢这部视频 别忘了动作小手 长按点赞鼓励一下雨哥 我会加班加点为你们赶出下一期的 先别急着走 对这个系列感兴趣的朋友 也可以重闷一下之前雨哥做过的 刃牙死刑犯片 大类台赛片 以及犯马刃牙一